尼西米记第十一章 百姓的首领住在耶路撒冷,其余的百姓撤迁 每十人中十亿人来住在圣城耶路撒冷,那九人住在别的城邑 凡甘心乐意住在耶路撒冷的,百姓都为他们祝福 以色列人、祭司、利伟人、尼提宁和所罗门仆人的后裔都住在犹大城邑 各在自己的地业中 本神的首领住在耶路撒冷的,记在下面 其中有些犹大人和遍雅敏人 犹大人中有法勒斯的子孙,乌西亚的儿子亚太亚 乌西亚是撒加利亚的儿子 撒加利亚是亚玛利亚的儿子 亚玛利亚是斯法提亚的儿子 斯法提亚是马勒列的儿子 又有巴鲁的儿子马西亚 巴鲁是古和西的儿子 古和西是哈塞亚的儿子 哈塞亚是亚大亚的儿子 亚大亚是约亚利的儿子 约亚利是撒加利亚的儿子 撒加利亚是斯罗尼的儿子 住在耶路撒冷 法勒斯的子孙共468名都是勇士 遍亚米人中有米苏兰的儿子撒鲁 米苏兰是约亚的儿子 约亚是毕大亚的儿子 毕大亚是哥赖亚的儿子 哥赖亚是马西亚的儿子 马西亚是怡铁的儿子 怡铁是耶撒亚的儿子 其次有加拜 沙赖的子孙共928名 西基利的儿子约亚是他们的长官 哈塞亚的儿子尤大是耶路撒冷的副官 祭司中有亚金 又有约亚利的儿子耶大亚 还有管理神殿的西来亚 西来亚是希勒加的儿子 希勒加是米苏兰的儿子 米苏兰是沙都的儿子 沙都是米苏约的儿子 米苏约是亚西图的儿子 还有他们的弟兄在殿里共值的共822名 又有耶罗汉的儿子亚大亚 耶罗汉是毕拉利的儿子 毕拉利是安琪的儿子 安琪是撒加利亚的儿子 撒加利亚是巴舒护尔的儿子 巴舒护尔是玛基亚的儿子 还有他的弟兄做主长的242名 又有亚撒利的儿子亚马帅 亚撒利是亚哈赛的儿子 亚哈赛是米什利默的儿子 米什利默是阴脉的儿子 还有他们弟兄大人的勇士共128名 哈基多林的儿子撒巴蒂叶是他们的长官 利维仁中有哈树的儿子是玛雅 哈树是亚历干的儿子 亚历干是哈萨比亚的儿子 哈萨比亚是布尼的儿子 又有利维仁的主长沙比泰和约沙巴 管理神殿的外事 祈祷的时候 为称谢领首的是米家的儿子玛塔尼 米家是沙迪的儿子 沙迪是亚撒的儿子 又有玛塔尼弟兄中的巴布加为父 还有沙迪亚的儿子亚大 沙迪是迦拉的儿子 迦拉是耶度顿的儿子 在圣城的利维仁共284名 守门的是亚古汉达门 并守门的弟兄共172名 其余的以色列人 祭司利维仁都住在犹大的一切诚意 各在自己的地业中 尼提宁却住在厄斐勒 希哈和基斯帕管理他们 在耶路撒冷 利维仁的长官管理神殿事务的 是歌唱者亚撒的子孙 巴尼的儿子吴希 巴尼是哈萨比亚的儿子 哈萨比亚是玛塔尼的儿子 玛塔尼是米家的儿子 王为唱歌的出命令 每日攻击他们必有一定质量 尤大儿子谢拉的子孙 米氏撒别的儿子比塔西亚 辅助王伴里尤大名的事 至于村庄和属村庄的田地 有尤大人住在基列亚巴 和属基列亚巴的乡村 迪本和属迪本的乡村 叶贾薛和属叶贾薛的村庄 约苏亚、摩拉大、伯帕列 哈萨苏亚别是巴和属别是巴的乡村 西格拉、米格纳和属米格纳的乡村 因林门、索拉、耶莫 扎罗亚、亚度兰和属 这两处的村庄 拉吉和属拉吉的田地 亚西加和属亚西加的乡村 他们所住的地方是从别是巴 直到新嫩谷 宾亚敏人从迦巴起住在密摩 雅雅、伯特利和属伯特利的乡村 亚纳图、罗伯、亚南亚、夏索、拉玛、吉他因、哈迭 西边、尼巴拉、罗德、哈罗、匠人之国 利维人中有几班乘住在犹大帝 归于宾亚敏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